谋大事者藏于心,行于事 春风得意时不好局 方能四面楚歌时有退路 做人要心中有佛,手中有道 既能上马沙泥,也能下马念经 不要着急去享受 那些你的能力还配不上的东西 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 就不要放纵自己的情绪 能用金钱解决的问题 就别用人情 能用汗水解决的问题 就别用泪水 你凭什么认为你十年寒窗 能抵得过我三代重伤 如果一个人影响到你的情绪 你的焦点应该放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上 而不是影响你情绪的人的身上 世界上好的东西都是抢来的 只有弱者才做等分配 伤无关不安 官无伤不负 为什么人不会被收买 就看你的筹码有多大 老虎要是喂饱了 就像猫一样听话 永远记住 负在数数不在牢身 利在局势不在理更 我就推荐你看看这本书 书里面教的全是手段和方法 它是一本拿不上台面书 由于太过于真实和残酷 所以它在近千年的时间里被列为了技术 不让咱老本性去读 可那些微观从商的人却一直在读 他教你用反面思维去思考事物 快速找到捷径 用手段达到目的 他更追求结果讲究变通 王道不行 这事情霸道 他不同于传统的国学 讲道不讲书 这本书啊 满满的都是具体做人做事的方法 这是一部能够培养我们立向思维 变通能力的事物